容易被忽視的四類高膽固醇飲食 第一類是高級餐點 有些人喜歡嘗試各式各樣的高級餐廳 品味各式美食 有些餐點未必會令人發怨 那就不容易被人察覺它的油脂含量其實相當高 像鵝肝、牛扒和芝士他等這些食物 即使份量不大也可能影響膽固醇 對於這類情況 建議選擇較清淡的烹飪方式 例如蒸、水煮或涼拌減少油脂攝取 第二類是甜品和飲品 高糖飲食會促使膽固醇氧化、對殖 影響到血液中的LDL被稱為壞膽固醇 對心血管就成不良影響 一些甜食愛好者可能平時吃得不多 將熱量額留給甜品或甜飲品 這類人可能身材並不肥半 膽固醇就依然過高 對於這類情況來說 小吃的甜品或甜飲品對降低膽固醇有很大的幫助 第三類是應酬壓力 經常應酬的人可能會更頻繁吃到大魚大肉和喝酒 因此攝入更多的熱量導致脂肪堆積 經常應酬的人如果有高膽固醇的困擾 可以考慮嘗試低糖飲食 168斷食等方法減重 如果可以減輕5-10%的體重將對降低膽固醇有很大的幫助 第四類就是高油小吃 喜歡吃鍋貼水餃、老肉飯為主食 或者喜歡吃蔥油餅、雲吞麵等這些點心 也可能會導致膽固醇過高 這些食物中的肉大多都是絞肉 而絞肉是很可能以肥肉為主 會令人攝取過多的飽和脂肪 導致膽固醇上升 建議喜歡吃這類食物的人調整飲食 也可以嘗試將米飯和肉菜分開 這樣有助於注意到攝入量 三種飲食方法降低膽固醇 如何通過飲食方式來改善膽固醇水平呢? 有三個值得嘗試的方法 1、合適的膽固醇 選擇合適的膽固醇對降低膽固醇非常重要 建議攝入植物性膽固醇和動物性膽固醇各一半 植物性膽固醇可以由黃豆為主 例如豆腐、豆干、豆漿、毛豆等 動物性膽固醇的攝入要注意避免高飽和脂肪酸的紅肉 例如牛肉和豬肉 還要避免吃油膩的炸食品 例如炸排骨或鹽酥雞 地中海飲食有助於降低膽固醇 這種飲食方法要求每個月對於紅肉的攝入量限制在如手掌般大 2、健康早餐和點心 推薦早餐可以選擇麥皮、番薯和牛油果 麥皮附陷beta葡萄糖有助於降低膽固醇 番薯和牛油果則附陷植物脂醇 也是植物性膽固醇 植物脂醇進入體內以後會跟動物膽固醇互相競爭 有助於減少壞膽固醇 在點心時間建議選擇堅果類食品 例如花生杏仁、腰果、合桃等 這些堅果含有豐富的植物脂醇 另外中式傳統的綠豆湯或二人湯含有植物脂醇 也是健康的點心 有助於降低膽固醇的飲品 如果很喜歡喝飲品 可以選擇一些有助於降低膽固醇的飲品 無糖可可 可可含豐富的黃曼醇 這是一種有抗氧化作用的營養素 可以降低壞膽固醇 番茄汁 番茄含豐富茄紅素 也有抗氧化作用 有助於降低膽固醇清理血管 豆漿 可以用豆漿代替牛奶 豆漿附含植物性蛋白質 比含高飽和脂肪的牛奶更健康 無糖綠茶 綠茶嵌兒茶多酚 對降低膽固醇有幫助 重點是飲用無糖的飲品 很多人覺得無糖飲品很難入口 建議可以從8分糖開始減糖 以每兩個星期的規律 逐漸適應5分糖、3分糖 直到適應無糖為止 適應無糖後或會發現 以前飲的5分糖原來這麼甜 很難入口 其實身體也會更喜歡原始健康的口味 在三高中 降低膽固醇是最難的 需要非常認真地執行調整 另外 由於膽固醇的代者需要一段時間 才能顯示出變化 建議每3個月進行一次檢查 如果需要更多個性化營養建議 建議與專業臨床營養師進行一對一的諮詢 請留下一個小課 請留下一個小課 我看了一個小課 我看了一段時間 我看了一個小課 我看了一個小課